苹果手机因使用自主研发的iOS系统 其性能远远超过其他牌子的手机 苹果一直有着良好的口碑 很难遇到有大幅度降价的情况 其实是发布了新的手机 苹果也不会在原先的产品价格上做大幅调动 而且苹果手机的保质率要强于其他手机 尽管iPhone9快要面试 但是现在仍然有人在买iPhone6s使用 不知是何原因 苹果这一次遇到了史上以来最大的一次降价 性能远远高于所有安卓手机的iPhone8 近几个月连续降了1600元 如今售价为4300元左右 可谓是苹果系中最尴尬的一款产品 iPhone8的外观不用说 沿用的是iPhone6s的机型 虽然不是太抢眼 但也属于精正机型 iPhone8与iPhoneX相比 仅仅只是少了一个PCA功能 多核跑分能够达到一万多分 近几个月以来 由于苹果手机的连续降价 导致用部门掀起了一股狂购热潮 毕竟在苹果手机中 iPhone8能够降到这个价已经很良心了 有不少国粉也为这个价格感到心动 目前只有华为是唯一能够与苹果相抗衡的手机 此前的三星手机销量也不错 但是近年来各种糟糕情况不断 导致三星手机逐渐失去了市场 目前在中国的份额还不到1% 看来被边缘化的三星手机 这一次遇到苹果大降价 估计更得良了